当学生真的很好 因为一旦投入职场 就要烦恼这么多的事情 不过毕业级来临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 有九成的毕业生 他们不想要继续的念书 而是想要投入职场 直接的工作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名校 或者是硕士学历 对找工作已经不再有帮助 有时候甚至反而成为一种阻碍 动作灵活 分筹码 洗牌 切牌都难不倒他 34岁的Y先生 顶着台大中文 北京大学华语文硕士学历 过去在补习班工作 月收入8万元 因为少子化想转换跑道 没想到却处处碰壁 只好改当赌场合观 月薪也剩下三万 所有的人一开始一定会希望说 最好是能学义职用 有关系跟兴趣结合 但是这个都是理想 理想与现实总是会有差距 我们的老板是澳门人 互相的学历背景 基本上也是差很多的 名校光环失灵 高学历不再是就业保证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2013年的大学毕业生 有将近九成想直接工作 像是刚毕业的罗同学 希望去金融业工作 他认为先拿到证照 比念硕士更有帮助 毕业季找工作 大家都担心薪水太低 名校硕士学位不见得有用 思考如何加强 未来工作的专业能力 越来越重要 雨点TV游戏成岳维 台北报导 从中后学习的群筑 wouldn't have to 却负责 股汁 也有